哈嘍大家好,我是阿斯 今天天地劫手遊 又公布一些情報啦 這次情報是神夢之作傳的主角音劍屏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就是 這劇情啊 大家玩過的話 都知道這些劇情是什麼了 不過序幕還有講嗎 看一下 這裡 這裡的話沒有寫 不過大家前景提到 前景提到就是 一開始第一幕就是序幕啊 第一幕的時候 林靖平跟師傅去山下的洞窟 除掉葉吃 然後當到洞窟最深處的時候 發現一堆的幼兒的葉吃 然後主角就說 右小的葉吃是無辜的 然後可是陰鳳人就覺得 腰就是該殺 但是 陰靖平認為 這些腰是無辜的 他只是為了填飽肚子而已 所以就被 陰靖平就被阻出師門了 哈哈 這樣不是去 屍過牙面壁 直接阻出師門 然後後面就是 到竹子 陰牽羊 的時候 就是劍邪 然後這是天津捷手搖 的立繪 老實說還不錯 然後這邊有寫說 經常揹著 一個儲備常見的神面劍甲 除了增加帥氣質 貌似沒有其他作用 呃 之前有些招式是會從劍甲裡面 噴一堆飛劍出來 然後這是早期他們的立繪 對我可以看到這個霸氣外露 有點不太像硬箭屏的個性 霸氣外露的硬箭屏 但其實還蠻帥的 然後這是一些圖片介紹 然後他這邊有講說 原作中劍是硬箭屏的主要武器 而他通常是使用手中那一把 對 然後 背後的劍甲原初設計 用意是放飛劍 但後來這個設想廢棄了 劍甲去保留下來 倒是成了硬箭屏的一個標誌性的特色 所以在手機中進行還原 然後他就長這樣 這次劍甲看起來非常的大 然後樣子也 這個都比較像硬箭屏的個性 這個臉 這個臉比較適合硬箭屏 然後他這邊有講說 第一版的硬箭屏的時候 完成第一版的時候 他們的大哥 美術大哥 就說這是鬼眼礦刀 好像狂劍客這樣子 哈哈 好這邊有GIF檔 來給大家看一下 帥耶 這一招應該是招式吧 可是不知道是什麼招式 好 再來這一個 氣域斬 好酷喔 噴火 有火焰纏到 這一招是什麼 無方飛劍 怎麼不太一樣 哈哈哈哈 天解裡面的無方飛劍是把劍射出去的意思 然後手游好像只是變成砍 砍擊的樣子 跟印象中有點落差 而且還是帶火屬性的 OK 好 今天的情報就是這樣 好 希望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打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跟FB 謝謝大家這裡的收看 掰掰 掰掰